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愿意为了老公完全退均中后 这个姑娘以前戏约不断 还愿意为老公儿子中一节目 不用离开老公儿子那么久 也许我带孩子两岁以后可能也会这样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说不敢去生孩子 或者是不敢去迈出这一步 其实都会有这样的危机 因为生了孩子以后 你们的形象都会踏入到另外一个阶段 因为别人觉得你是妈妈 很多角色你演不了 因为你不是上女了 可是我觉得其实不应该这样的 不要去比较 人比人气死人 不是比较 是真的有人这么跟我说 是 你要是提升你自己 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 所以我在做好自己 所以我在生完孩子以后很快地要瘦下来 因为没有办法 如果你不瘦下来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戏拍 就是以前我在生孩子之前 我是每一部戏都是女一号 然后找我的戏院很多很多 但是我生完孩子以后 人家跟我说 你现在拍不了了 你不要拍戏了 你知道那种伤自尊吗 亲爱的宝贝你听我讲 你讲的话 在我们这都不是事 生死是事 离婚是事 他还小他还年轻 你都会是吧 但是我起码 我不能说我现在就放弃对不对 我还是要努力去拼搏对不对 不是放弃 我现在也不是让你放弃 我只是说现在很有危机感 就是作为女演员来说 就是很有危机感 所以你要放轻松 放轻松 这人生的过程 就算不是今天 可能是明天 可能是后天 可能是三年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因为你太着急 这事情 着急也没有用 因为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 然后我跟那男生也很好 跟你讲 我觉得希望你会明白的原因是 有些东西真的不用看得那么严重 因为可能该有的就有 该没有的就没有 如果你这么担心 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所以就希望你真的是快乐一点 享受一点 然后你的态度就可以决定 你飞行的高度 就知道了